如果爱忘了 在大部分的时候啊 原唱对翻唱那都是吊着打的 谁让人家是职业歌手呢 这就像影院里的电影和抖音里的短剧一样 实力碾压好吗 不过可不都是小虾米 网红的谁可升着呢 那就先看看翻唱这首歌的几个实力派代表吧 幸福安乐暂替我到达 如果爱懂了承诺的代价 不能给我的心完整给他 不能给我的心完整给他 我说我忘了 不同的 那是因为太爱太懂了 笑了 原谅了 为你也值得 这两个实力派代表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如果原唱七威达九分 你们觉得他们两个值多少分呢 看完实力派代表就该来颜值派的代表了 没错 这里是色香味剧全呢 想爱过 如果是爱的够酬 我分开会疼吧 想念你的脸加你的发 我并不害怕 形状总有对你的尘寡 想遇好不了的吧 我再也不敢碰它 却隐隐的痛在那 可是这时刻我还想把 根本吸不掉回忆 你住在我心里面了 可我必须要重力 为了让伤惯能继续 可想在你才努力 虽然也没占入 如果爱忘了 泪不上落下 那是幸福安让自己我到达 不能给我的 请晚装给她 我说我忘了 不懂了 那是因为太还太懂了 颜值代表的这两个是真的好看的 你们觉得呢 不说了 这次就看看点赞最多的两个人吧 不能给我的 请晚装给她 我说我忘了 不懂了 那是因为太还太懂了 笑了 原谅了 为你也值得 为你也值得 一个535万 另一个914万点赞 这是什么概念呢 这么说吧 抖音2000万粉丝的大网红小三金点赞最多的视频是295万点赞 另一个2000万粉丝的鹿眼大神小阿七点赞最多的视频是224万个点赞 只能说得天独厚了 视频结尾来看看两个抖音顶及大网红的翻唱版本吧 就让时间给我们回答 如果还忘了 泪不想落下 那些幸福而让她替我到达 如果还忘了 就放她走吧 那些幸福而让她替我到达 如果还懂了 承诺的代价 不能给我的 今晚想给她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能给一个免费的赞和免费的订阅 我们下期视频见吧 好